提督直取 陳昱發議員 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各位主官官 大家好 我首先有一個問 先請教一下縣長 那個我們北干鄉是不是縣政府的管轄 請主席採釋 縣長做個回答 請縣長做個回答 你說北干鄉是不是 縣委的管轄 你講是不是吧 我真的是不會回答 就是說縣政府就是連江縣 除了縣政府還有四個鄉 南干鄉 北干鄉 就是各自的自治團體 大家是分工合作 他是不是縣政府的管轄 那比連江縣那個 下面屬四個鄉 對對對 那應該是你縣政府管轄是不是 南干鄉 就是連江縣有四個鄉 這是對的 但是管轄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因為裕發議員突然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很難回答 譬如說鄉長 鄉長就是我們是一起合作 就是大家都是民選的 一起為鄉親 為那個馬祖 為鄉為民眾來服務 然後我自己的態度覺得說 我們有很多的夥伴 你是縣長 他是縣長 他要不要屬於你的 我從來沒有覺得 都島都島 不要管什麼 不要管 都島 要不要都島 我想基本上 我都是把 就是地方各個團體 當作夥伴來看待 大家同心協力 一起為這個地方 為這個鄉親來合作 不管是我們縣府團隊 不管是麻煩部 不管是鄉公所 或者海巡岸巡 那我的態度就是 大家不分彼此 我現在只目前 我只問縣長 北干 你能不能夠管轄 或者說那個都島 你簡單的講幾句就可以了 在很多的業務上 我們一定會給他一些協助支持 然後合作 但是鄉內的事務 我們原則上尊重 鄉畢竟是一個自治團體 我們會尊重他 接受民意的考驗 鄉親的要求 但是在施政上 我們是會一起合作 為鄉親 為了北干鄉的發展 為了馬祖的發展 來努力 現在有些目前 現在你會拿錢的話 到縣長府縣長府都會給 一給下去 錢一給下去 他就不會算利息 縣長府 也不是 我們對於經費的補助 我們有一定的程序 跟審查機制 那我們透過這個審查的機制 會輔導相關所 然後依照地方的發展需求 我們是覺得是 所以那個 現在你講的很隆頭 所以我覺得很單純的問 你有沒有這個 可以監督到北干鄉 監督 我不要去管轄了 管轄當然一定是你管轄 監督去 我基本上 可不可以 你知道的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基本上 你看我對那個局勢主管 我都是 那個當然是一定 對 那個當然是你的下面部署 是 那北干鄉是不是你部署 我覺得說我也沒有什麼部署的觀念 這是部署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 那你就不知道 那北干鄉是不是你的部署 不是 那你 可不可以監督 你在講可以 跟不可以 你說的監督 就是說我們行政上 或者當然 某一些程度上 我們會給予審核 或者討論 或者給他建議 但是鄉有鄉的自治團體 我知道嘛 是有鄉有自治團體 但是我是監督可不可以監督到 你叫答案 可以跟不可以 你講的這個監督 我不知道你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在行政程序上 我們是依照相關的行政流程來做 我們會依照行政講的 然後我自己 我一直態度就是覺得說 其實縣長就是人民的公譜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最小 任何的意見我都要聽 任何的同事的意見下話 我們都是互相討論 我贊成 因為我們是民選的 我們最小 我們本來就是最小的 都要領聽下面鄉親的意見 是啊 所以我先問你這個 你就不答 好 那沒關係好了 那沒關係 那我就是說 本席從一開始 就是想那個 第一個會期就在 說我們那個北岸的合意住宅 你剛剛到到到今天第七個會期了 那個都沒有 都在那個指紋那個樓梯下 本席實在是愧對北岸相信 真的已經七個會期了 一點動作都沒有 你像說我們很不容易 我們叫那個廠話處 廠話處去做一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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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個小組 住宅小組 也沒有到目前為止也沒有 你看人家 人家那個一四七兩剛對 你現場評價多高 對不對 而且是你們縣政五 廠話處在發爆的 為什麼我們北岸不冷 為什麼我們北岸不冷 不冷願廉江縣縣政五 去重投規劃 因為我們我們不是說北岸相互的怎樣 因為我們地方小也沒有什麼經費 能力也有限 你只是一轉到這個問題 就去問卷調查 那個調查我已經講了 都沒有用 你要現實的 我們真的不能做 那我們 我們 叫那個 那現在 幫我們處理頭規劃 來我們相互來配合 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只是在那邊 那個 在問卷調查怎樣怎樣怎樣 一切不屑 不屑實際 所以我今天本期就是 以這個議題 來跟現場做個 那個 那個 就是討論 對不對 那如果說那個 有很多事情 因為你現在 哪個相互沒有做好呢 我直接 推給你現實五 你看現實五一次去做的 多漂亮 那天我們去現實掛柵 真的是 一等一的 我們北岸為什麼不能做 對不對 然後你看 我上個會期也講了 我們 懲罰住 要成立一個 小組 到現在也沒有什麼 那個 聲音 也沒有什麼那個 我那個 那個 那個 請現場那個 你也說明一下 真的我們北岸相互 需要需要一個 國民主宅 國宅 真的 一看到南岸 這個樣子 現在我們 應該是可以 可以全力的幫忙 然後北岸相互來負責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我敢講 北岸相互沒有這個能力 對不對 一定要互相去 那個跟那個現實五 跟那個 不要再問卷調查了 每個百姓都喜歡 沒有一個不喜歡 沒有一個不喜歡 以後 有住宅的時候 有什麼條件去 去那個 去 升行啊 去什麼 對不對 那那個 我想這個議題我想說 請那個 請現場做個說明一下 謝謝 我想有關這個 示範住台的政策 我們會持續的推動 那包含人外147 得到鄉親的肯定 我想我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也會尊重各鄉的意見 然後配合 然後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長八住也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 每三個月會召開一次會議 那最近一次的會議 針對就是公有土地的取得的一個 釋法性 我們也請我們立法委員提出這個 離島建設條例的修正方案 希望透過這個修法 讓公有土地的取得可以作為 釋放住宅的土地 另外對於各鄉的一個民眾的共識 我們也希望說取得一個共識 然後對於適當的地點 然後朝著這個方向做 如果土地取得沒有問題 法令沒有問題 都市計畫變更沒有問題 大家取得共識 我想我們會一步一步的朝這個方向來 不是 我可以想 你現在都很有願心 講的都很那個 我們都已經 你這個話 我們講話 已經講了幾個會期了 我的觀念裡面 我是說現在 忍不忍你做一個組 在廠華處 做一個北岡住宅的專案小組 因為你這個住宅 你的建勤那個失望住宅 是以110年12月22日成立 連加建住宅政策 投入小組 他說4月7號有開個會 我們都不曉得 那這些成員是誰 有沒有包括北岡的住宅 北岡的住宅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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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會的時候有討論到 那時候秘書長主持的 那這樣子忍不忍請那個 審法處給我這個會議紀錄給我 是 沒問題 那你這個要 我的觀念 我今天 以一個自私人來講 我為北岡 我專門為北岡 你這種樣子 北岡 你再想要成立一個 專案小組 因為北岡 有某些地方都可以了 你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來也可以找副議長我 鄉長我主席一起加入去討論這個問題 去做一個小組 然後我們院主 大家都有意見 都可以 來出來聊 對不對 看什麼重要需要幫忙的 我們都一起幫忙 你這個沒有的話 你這個 你開會 開會開一下 又丟到那邊去 開會又丟一下 沒意義啊 我現在如果在這邊能不能 能不能拜託憲長 在你任期 憲任之前 北岡 忍不忍做一個定案 請任何憲長做個事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在努力 就是說 住宅政策的推動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土地要取得 第二個就是獨自計劃 變更要符合獨自計劃變更 第三個我們也希望 你這個都講了 其實我們實際要去做 好 像我 我舉個例子 我們那個 北岡那個那個 蔡福那個 那個地方 醫院那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 因為醫院的地方 我有查過 也指過 有沒有十幾二十個 住戶 那個地主 你不能因為電話動支 電話動支他們以為你講什麼 講不明白 那我們成立 如果有成立一個規劃小組 就是專案小組 那我們可以找 我們兩個 我們去 就 一澳四五人家吧 我們到那邊 跟他去談嘛 跟他談 他就說 這個來去做 那個價錢先慢點談嘛 願不願意釋出 來去做國宅 因為熱地也是那個 公園保留地 永遠也不冷 有什麼動作 只能做公園 那現在我們有這個機會 你答應不答應 變更為那個 就是國宅區 他們如果說 願意 價錢先慢點 價錢先慢點 這是很 很正常的 那他們每個人都 我想我想 他們每個人 應該都都會願意去做這種事情 但如果做好了 我們就交給 他們開會 全部來開會 那開會就討論價錢問題了吧 他們權益的權益問題吧 對不對 這個樣子不是很好 你是嘴巴講講一下 有一個裡面只要有一個不答應 你就不 你就沒辦法 你電話打 沒有效果 因為我也問了好幾個 好幾個 七八個 他們都願意 這種樣子做 對不對 我是說 文明教委 因為你鄉長 你的鄉長 是有 有行政權 我們沒有行政權 對不對 那大家互相來做 那個 拋棄個人的 意見 互相來做 欸 欸 你可以跟大家去講 或是怎樣 我都願意 我都願 我寧願 也可以到台灣 單面去找他們 看他們願意不願意 我都可以這種樣子 所以說 一個中暗小 如果成立 大家來研究 這不是更好嗎 事實上 你嘴巴一講 講 講了幾年都是啊 你 你現在已經 快做八年了 對不對 你今天 國產有什麼成就 別剛 就要師徒 跟我們一起來研究 找現場幫忙 對不對 然後在草原地 一起來研究 看看 看什麼做 你都是在 書誌上面 在電話上面 在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打電話去問 遵循 我當然要 要公平做 我當然願意啊 要先規範 先做出來 後面這個事情 後面再講 哪個不願意買 都願意買吧 你說 好 又說上次 那副現場有去開會 他意思說 如果 如果成立 臉相線 住在 那個 臉相線 大家都可以 沒有錯 這是很正常 沒有錯 但是我們可以 附加條件啊 欸 夫妻在北干人 就悠性 或說那個 夫妻在北干人 欸 年輕人 沒有犯人 悠性 也都可以這碗定啊 有的時候大家一起買啊 都可以買 總不能買 對不對 要有這種觀念啊 你不要一乾認一下 哎呀 那個我們如果是 如果外移 如果外移政府 那我們北干相信 沒有地方買 就不要不好買 不要有政府那個 心態 對不對 所以說我想說 這個喔 也只能 我們坦白講 也只能 也相信新政府 可以做到 想說絕對 做不到 絕對做不到 只有年輕人 來幫忙 現在我在這邊 真的要求 現在 真的要幫忙了 真的要大力幫忙 我知道 你真的是很 很怨心啊 我知道還沒有恭喜 你那個 你再次得到 五星期現場 還沒有跟你跟我 現在順便跟你 道合一下 真的 我不會 真的 有時候 我發覺 已經散了 我一開始就想說 這個國民主權 已經到最後了 還沒有做到 還沒有做到 還沒有問題 如果還有一點成績在 對不對 土地 或說 那個那邊 如果土地有 然後民眾也 也有這意義 現在什麼都沒有 只是關電話 打 問問你要不要施出 你要不要施出 你要知道你施出什麼東西啊 根本不知道吧 對不對 你要好好跟人家講 我覺得人家絕對都會 施出 實際說價錢問題吧 價錢很好講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真的要求現場 忍不忍 你在你線的線 忍不忍做一個 頭緒出來 謝謝 我想喔 剛剛 預發議員提到 疑緣的問題 我們當然會把疑緣力列入這個評估 也會 如果說 大家有共識 都以疑緣為目標 我們會照程序來做 然後徵求地主的同意 然後取得都市計劃的一個 符合都市計劃的規法 來朝這個方向走 但是因為現在看起來 大家的共識 不止只有疑緣啊 還有幾個地方 大家都想去 所以說 這個共識 但是喔 這個部分喔 就是 就是要一步一步來 現在法令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說 朝著修法的問題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 第一優先 如果有工地取得 這個困難度會低 我們正在朝向怎麼樣 盤點我們現有的工地 以及工地如果取得透過 不管是軍方 或者是國產署的土地 撥給我們 或者是經過交換 是不是喔 可以做為示範出來 這個法令上的解釋 對 我們正在朝這方面去克服這方面的困難 那現在我再問 你剛才 你剛才說那個 還有其他地方 那其他地方 你就算說 那個 好我們 譬如說 法產那個 法產主要計畫如果給你 手續也要兩三年 對啊 手續也要兩三年 這不是一個很那個 醫院是最好的 我跟你講 目前北岡 醫院 就是最好的一個點 為什麼最好的一個點 它的取得 如果是雙方面 大家都有意願 一下子好了 縣政務 要變更 你靠你縣政務變更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說別的地方 別的地方 就是手 就是拖拖拉拉 這個 這個土地又有問題 那個土地又有問題 那個土地又有問題 變更了 變來變去 大家都知道的是 是啊 對不對 我是說 冷不冷 現在只要針對一個點 先一個點起來 來 你就像朗干那個 這邊清理國民 拿下一世紀起來 朗干呢 還是想要啊 還是想要啊 還是慢慢就可以找吧 他現在就有這麼一個 一世紀 給他們那個了 然後別的地方 再去慢慢找吧 有 我們北岡人等不及耶 對不對 我們北岡人真的等不及這個 這個事情 所以我說說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冷不冷 好 我 再跟那個市長報告 那冷不冷 我們北岡成立一個狀況小組 有 有長話祝福來 有縣政府長話祝福來幫忙 北岡 完全北岡 針對北岡的地區性 我想喔 縣政府一定是 針對各鄉喔 其實他雖然說是 其實也針對各鄉 你如果就北岡鄉來他 他就是針對北岡鄉 我想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對阿 這是針對北岡鄉 我們 希望 我希望 我們能不能參與 小組 如果說 這個 我想喔 就是很多的這個 會議 如果說我們 需要各位議員提供 或會看什麼 一定會邀請各位議員 一起來參加 對阿 所以說 我說真的是 我們要拜託一下 真的我們要 要有心 然後 你這個 臉加葉縣政府 跟長話祝福 去 也要 不要說那個 也要去 督促 北岡鄉務所 大家 這個不講了 那個也不講了 就擺爛了 擺爛了 我們也沒辦法講 一講我們也只能 這個 在這個議場上面可以講 其他不能講了 其他關你屁事啊 我想像 我是那個 那個那個 行政 行政人員 對不對 現在 你看 從第一 第一次會議開始 到第七次會議 我們 差不多要那個了 還沒有做 我想說 我現在在這邊 誠懇的 請現場幫忙 在長話祝 能不能 特別 特別 成立一個我們北岡的 專門北岡 就是 以 以那個 以那個 菜股那個 菜股那個 點來 來做 做一個那個 整個 整個的規劃 然後我們 人多少 他可能那邊 地主也只有 只有1月10個啦 最多 有沒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我們一個一個去拜訪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大家都願意 真的要有心 連續一下 一起人 不要講過了 丟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提一下 他的動作拿出來 做一下 糟糕 北岡相親 我有動作了 不好 我們一提 糟糕北岡相親 我有動作了 過一陣子就沒有了 真的 我是 我這個 所以說我 我第一次 用這麼慘的時間 跟現場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想說 冷不冷 現場能不能答應我們 北岡相親 去成立一個 真的是 積極在你現任之前 多多少少有一個 明目出來 能不能做到 請現場 你已經 對北岡相親已經很好了 已經做了很多建設 但是這個如果是 你 卸了之前 可以做到 一個點出來 那北岡相親真的會感謝你 真的會感謝你 好不好 我們來努力 真的 真的 要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就是 我其他事情都不講 我今天就針對著北岡的住宅 好 跟現場做個討論 是 好不好 真的是 拜託現場了 我可以 行個禮 好不好 真的 謝謝 謝謝 好 那個我稍微一點補充一下 那個 就是那個 地震局那個 那個 就是說那個 那個山坡地那個 你現在你看看 都是 都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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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被規劃那個保護區 對不對 被規劃那個保護區 使民主國無法去開發這個土地啊 而且 每年政府 沒有開發 每年政府 還要 收那個保護 那個 那個 土地登記 還有那個 那個 獨自計劃的那個 那個 稅啊那些 然後每年越來越高 你又不能開發 又要收稅 又要每年越來越高 那你 你叫百姓怎麼那個 對不對 那請主席採視那個 區議院 提供一個 非常值得 我們去研究 очень 毫民�來思考的一個課題 那 最主要那個 這個租稅主義,按照我們憲法19條,它是要有法律的依據才可以課徵或者是不課徵 那剛剛裕發議員提到的,像目前我們的土地稅法第22條,它有特別規定 像在都市計畫的農業區或保業區,如果有做農業使用的話,那是可以有免稅這樣規定 那包括說限制建築不能建築的,如果做農業使用也可以不用課稅的規定 那另外像相關法律在土地稅減免規則裡面也有相關,像第八條有對於市有土地它減免的一些規定 那剛剛裕發議員提到這個問題,確實是值得我們來做思考的 真的啊,為什麼,土地是我們的,然後你們政府又限制這個人是山坡地,又沒辦法開花 沒有開花我土地放在那邊,我也沒有什麼收入,那你還要叫我地價稅那些稅 一點不合理吧,所以說你們要把這問題帶回去看看,要怎麼發生來修一下 是,謝謝豫發議員 好,謝謝,請坐 是 副議長請發言 主席 縣長